细数罗德曼的个人荣誉丹尼斯罗德曼,绰号是Dennis the Manus和大虫,The Wern,他以强悍的防守风格及卓越的篮板能力文明,在指引生涯初期他的身份是小前锋,后期转型打大前锋位置,NBA官方对他的评价是NBA历史上毫无争议的最佳大前锋篮板王, 罗德曼从19岁才开始接触篮球,他的天赋,是到了大学才开始展现出来,1982-83赛季里的那个学期罗德曼场,均17.6分13.3个篮板,但由于学习成绩实在过于糟糕最终被退学,有过盖恩斯维尔短暂篮比赛经历后, 罗德曼转学到东南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,罗德曼转学到东南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后,在那里他度过三个赛季,1983-1986年,场均25.7分,即15.7个篮板,投球命中率为63.7%,三次入选全美最佳阵容, 篮板球数据连续两个赛季,1984-85,1985-86高居NAIA榜首,并在大三那年率队夺得NAIA总冠军,自己也连续三年,荣获NBA全美明星球员,两次得到篮板王头衔,来到NBA后, 罗德曼先后效力于活塞,马刺,公牛,胡仁,小牛,最出名的就是与乔丹,皮鹏建立起公牛王朝,罗德曼的加盟,让公牛的常规赛成绩,达到了72胜师傅的傲人战绩,这个战绩一直到16年,才被勇士的73胜打破,但是勇士没能像那年公牛一样夺冠, 罗德曼一生荣耀无数,他一共拿过5次NBA总冠军,分别是在1989,1990,和1996,到1998年的公牛王朝时期,两次NBA最佳防守球员,分别是在89-90赛季和90-91赛季, 7次防守一阵,是在89-93赛季,94-96赛季,入选NBA全明星赛两次,90年和92年,连续7届NBA单赛季的篮板王,是在92-98年,这真是一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绩, 退役后,罗德曼于2011年,进入奈什密斯篮球名人堂,罗德曼不但在NBA的战功赫赫,在场外也是著名的人生赢家,他曾发表过一个金氏骇俗的言论,NBA一半是金钱,另一半就是姓,和角色美女卡门有过一段七天的婚姻, 还和所有美国男人的梦中情人,麦当纳步入过婚姻的殿堂,这也让罗德曼在大重之外还得到一个绰号,麦当纳浴缸里的鸭子, 最后,罗德曼也是一代人记忆灌篮高手,中主角樱幕花道的圆形,同样的红色头发,同样激傲不逊的性格以及同样经典的飞身就球的动作, 罗德曼的一生充满着赞扬与批评,但是不管怎样,他在球场上的拼近现在篮球运动员学习的榜样,不要命的去就一个大家都觉得要出界的球, 试问现在的NBA这个商业联盟还有谁能做到? 福克斯体育曾这样评价罗德曼小夏觉得十分到位,还有人会比罗德曼更积极的去争抢篮板吗? 虽然是小浩的大前锋,可他连续七年成为联盟篮板王,他也是NBA历史上最棒的防守球员之一,能够去盯防五个位置的球员,尽管形势怪异,但罗格曼具有极高的篮球智商,他很清楚应该扮演何种角色,在五支冠军球队中都起到完美作用,两次底特律,三次芝加哥。